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很高兴我当初开发的雷卡队以及多魂侠前排T的阵容在猪王都有很不错的表现 我今天视频的主要目的就是在线匹配对手 然后为大家提供我的选人思路 所以我今天的阵容会选择很高胜率的一个土豪阵容 那么我今天的阵容并不平民 所以请平民玩家也不要吐槽 因为我们的右上角可以有选择关闭的按钮 在18级以后我匹配对手的时间就会很长 在这里我也解释一下关于阵容体系 有些朋友曾经问过我 他说到底怎么阵容厉害 在猪王我没有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 因为阵容是死的 然后我们的思路是要根据我们和对手博弈的情况来进行贯穿 所以我们的阵容可以选择自己的思路 但是还需要在竞技上的一个调整 匹配对手的时间还是很长 还是没有找到对手 那我们再试一下 如果匹配不到对手 我就先回答我们论坛的两个问题吧 一是雷卡队对阵内设队的队伍 我们就看一下 因为我一直在说雷卡队不怕任何队伍 也不怕内设队 但是有些朋友就说 他的内设队可以含破雷卡队 因为我的雷卡队他不一定会使用电视棒 因为打美杜杀打飞机或者是单点队 像独龙或者是小黑这种英雄 我都会通常会选择很多的吹风 因为这些英雄血很少 我两三个吹风他们基本上就全挂了 我趁着间隙切了一个天火 可以看到这一局我的卡尔已经挂掉 但是我的流浪可以扛起打起 这里就是流浪雷卡队和电棍单机雷卡队的一个质量 质的区别 我们再找找录像 这一局对面使用了PA和敌法的双切入 那我应该是在最后一手选择了炸弹人 同样我的目的就是在最快时间把敌法干掉 然后切吹风 只要卡尔能开出大招以后 我就可以开出无限的吹风 这一局PA居然切了我的卡尔 像这场情况他应该是切炸弹人 然后被炸弹人炸死 不过这一局还算我连好 所以我选择雷卡队来打猪王 是因为他的胜率相对来说是更高一点 目前来看能破雷卡队的阵容只有雷卡 这是看谁的运气好 谁的球更好 我们再找找 这一局是我输了 看看这一局 这一局是PA和敌法的双切入 那么我果断一开场里 有雷球和冰球我就选择了吹风 因为我并不怕PA和敌法开出大招 这一局我也是很倒霉 卡尔直接被墨入大盗 然后直接被炸死 不过 我的运气也还算可以 再打人开出了暴击 也就是这一局可以证明 就是流浪雷卡和传统雷卡的一个区别 因为他前排硬度很高 但是我也不会建议大家就是按我的固定模式选 因为我们通常的自胜的一个技巧就是要吃在我们的最后一手 如果我是新手 那么我的最后一手可能就会选招来人 因为我需要防敌法或者是PA 如果我的最后一手雷卡 那么我的选择就会很不会被动 就会很好选 如果对面没有上PA也没有上敌法 那么我根本不用选择招来人 像这一局 其实打这种队伍就简单的做 但领队根本突破不了 试问 像这一局我就使用了一个敌法对同样阵容的雷卡 让我们再看一下另一个阵容 也就是我提出的一个多情牌心理龙的阵容 那么这一局我只用使用了三前排和星理龙 应该是我在最后一手 我为了骗对面上炸弹人 然后使用了PA 我上PA的目的其实很简单 我就是希望PA和炸弹人就是对调 因为对面使用了三个 四个三个英雄 然后显然他的AOE是不足的 AOE不足 那么我选PA的目的 他就必须要选炸弹人 只要我的PA和炸弹人 对调 那么这一局他的AOE 他的输出是不足以突破我的前排 所以说多前排配星理龙或者是配PA 他可以选择三前排也可以选择四前排 这是根据对手的选择来进行一个选择 这一局我就是想解释一下 星理龙是如何克制PA 在这一套这种体系里面 因为很多朋友都说 他说星理龙是很害怕PA 但是我却说星理龙很克制PA 你看PA大招大了过来 一会儿我再解释 然后我的星理龙立即开出大招 然后进行了一个位移 这个时候PA走过来切了龙骑士 显然龙骑士的印度并不足以让他切齿 那么我的军团就使用了大招在等待他的PA 我们再找找其他的录像 我说的星理龙克PA就仅仅只是在我的这一套体系之中 除非对面的PA配合有小那家或者是大那家这样的大控制 那么在等他的控制把我的星理龙控以后 他的PA再开大招 那么还是有可能就是打赢我 所以说在猪王里面的阵容克制是无处不在 再看这一局 还是同样的一个一个剧情 然后PA 他可利用了空间换取PA的时间 然后PA走了过来 我的军团就大招在等着他 那么PA倒下之后 这一局基本上没什么看头 我们再找找看看还有没有 这里有一局 这里这局是打普通阵容的 那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因为对面没有选择PA 所以我的军团和军团的大招并不一定要留 心理龙开出了大招 然后打出了第一个攻击 然后我们的前排都被沉没了 这时候心理龙又打出了第二波攻击 可以看到暴击非常之高 所以心理龙的沉没和AOE和多情牌的一个单点 刚好形成了一个互补 也是很轻松就获胜 让我们再来匹配一下对手 这个时间可能匹配对手 很难匹配得到 可能晚上的时候匹配对手人会比较多一点 大家在耐心等待吧 既然这样 刚才我朋友也叫我帮他打一下猪王 那干脆我就上他的账号来试一下 现在我解释一下就是我们猪王比较强悍的一个阵容 一个是雷卡队 雷卡队我们最后一手如果我们是候选对面没有选炸弹人或者是LAM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选择PA 如果对面不是使用内设队 那么我们就是直接可以选择一个T 在最后一手的最后一手都可以 所以这就是叫阵容体系 它并不是一个固定的阵容 往往我们的最后一手的选择就决定了我们的胜败 但是先手和后手的区别还是很大 一般来说新手是很被动 那么新手我们就选择一些胜率相对高的阵容 像这一套多魂侠前排 我们的仙女龙 其实如果是在最后一手我们还可以选择其他的 比如说炸弹人或者是PA 这些都可以 如果是后手的话 是新手的话 那我还是建议我们要使用新女龙 如果是后手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看待面 甚至我们选择了五前排都可以 这些都没有问题 这种体系介绍完之后 那么我干脆我就开朋友的账号来去测试一下 请大家稍等 我先问他要账号 欢迎大家回来 我们先登录一下他的账号 看一下他猪王的等级 12级 那这个等级应该能匹配到不少对手 看一下他战绩 战绩胜率是有点低 看到对象记录 哇 禅不能读 看看我能不能拯救他的账号 首先我觉得他的头像应该改一下 因为这种头像太容易被对手重视 首先一个好的头像 是我们保证胜率的一个关键 那么我选择了一个很漂亮的头像 一个小兵的头像 然后我们头像框也应该改一下 这样就很不错 这样我们至少能提高20%的胜率 好 我们进入猪王争霸 看一下他的英雄池 他基本上所有的英雄都有五星 龙骑士没有 那并不影响我们的一个选择 不过话说回来 龙骑士的一个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因为他可以主桌前排的阵容在里面还是很重要 我们先匹配对手 我通常会愿意在第一手选择雷杠 看看对面 对面使用了十万 定管 那对面也是雷卡 那这样我就和他拼了 对面也只逃川 在另外一看 这个面是都可以 我肯定不能使用PA 其實這一手我可以選擇純雷卡 可以選擇咒絲 或者是冰魂 可以轉吹風卡 因為吹風卡打雷卡 也還算可以 那我猶豫最後一手大家選手了 我選了一個鳳凰 對面一手選擇了PA 那是我的失誤 因為今天是打的第一局 還沒有進入狀態 所以打豬王的時候 狀態和頭腦的清醒很重要 這一局我應該是貴的 我尋錯人 打一個吹風能不能秒掉PA 鳳凰能不能秒了PA 哎呀 那這一局貴了 其實我最後一手選炸彈的話 和他拼的勝率會相對比較高一點 好像很有希望 這局是貴了 不過沒關係 我們才可以找回來 再看看第二局 第二局我就使用了我開發的多前排混淆陣容 因為沒有龍騎士 那我先一手選擇了一個軍團 因為對面已經沒有雷卡 只有雷卡可以穩勝這一套陣容 但是在豬王的博弈上來看 我會喜歡在第一手選擇雷卡 因為第一局我一定要勝 而且第一局的勝率會對後面兩場的一個心理壓力 會有很大的一個影響 所以通常我的隊伍的選擇方式就是最強 然後是騎士強 然後再到一般的隊伍 因為昨天我一直在測試陣容 昨天下午的13級到15級的時候 基本上都是碰到五星魂霞陣容 那個時候我也一直在輸 然後到了晚上九點多的時候 才開始找到了自己的一個好的思路 因為我這邊沒有沒有龍騎士 那我在猶豫要選一個什麼T 還是小那家 或者是TB 好像也可以 因為小那家的輸出可能不會太夠 不過打打看再說 然後對面也使用了一個小那家 他想把我控制住 然後給死亡星之開大 製造機會嗎 不過他忘了我這邊是有心女龍 心女龍是可以打法師都很好 有一些人說打心女龍 用惡魔物獅或者是火女來打 其實也並不好打 因為心女龍開大招之後 他閃爍過去 會立即開出一個沉默 就算你有能量的話 也不能秒掉心女龍 心女龍就是開出大招 這是一個同樣的巨型 這個時候我的小那家 也順時空了一掌 我們看一下心女龍 由於對面的小那家開出了大招 心女龍沒有第一時間閃爍 但是他閃爍過後打出了一手傷害 直接就把惡魔物獅秒了 因為他傷害實在是太恐怖 你看看兩個包擊都是一萬億 第三下 就可以清場 據說這個多錢牌加天女龍的陣容 目前在豬王的勝率還是很高 看第三局 因為這是朋友的賬號 我一定要贏 所以我會認真的對待這個選手 那對面使用了風型 那我就用白牛火猫 白牛火猫是一個比較固定的組合 那我們最後一手的選擇其實是 才是最關鍵的所在 那對面上了三個法師 那我就會選擇一個魔抗比較高的神力武士 我肯定不能使用PA這種英雄 那我還可以上一個DP 因為DP它的沉默 會配合白牛的一個壓縮陣容 打這種多中牌的法師還是比較好用 那對面還在猶豫他的英雄 他選了一個斑牛 是個法師 他是想通過賣黑鳥的能量 然後 猴女和女王還有風型的大招 他一波進行反擊收割 那我想這一局我已經可以獲勝 因為他的血量實在是太少 然後我其實我這個時候我可以選擇任何一個英雄 比如說沉默 因為這種優勢局 哎呦到時間了 系統自動幫我選了一個舒適 所以我在 有時候我在直播的時候會很緊張 也會常常忘了怎麼選陣容 所以這種心理的一個還是要克服 賣了一波能量 然後對面提開大張 其實我打這種就是一波反擊 基本上就可以結束 所以對面的這種配的並不好 贏了一局 繼續匹配 看看這一局對面選什麼 他上手選了一個軍團 那我的雷卡就要走起 我喜歡把我們的最強的這種擺在最前面 如果他轉為內瑟隊 那麼顯然他是打不過 而內瑟隊是突破不了 如果他再選擇敵法或者是PA 那麼我最後一手可以選擇炸彈人 因為這是我的 我後手的一個戰術 對面也使用了雷卡隊 他是想要我拼臉 那麼這個對手還是比較會玩 最後就是他選擇了惡魔巫師 最後就是他選擇了惡魔巫師 我上一個可能上一個 可能上一個先切一個吹風 那PA沒有開出大招 這局貴 這是我早上剛剛打 還沒有找到什麼好狀態 球也 球也切的不好 其實這一局我不應該說 包括跟他第一局的雷卡也一樣 哎呀 不過沒關係 我們繼續再找回來 因為在這個等級的時候 我們有全英雄的一個英雄池 還是優勢會比較大一點 那我還是選擇我拿手的多線牌 看看對面怎麼樣應付 其實打多線牌也有一些特徑陣容 可以打敗他 但是他的要求是比較高 所以一般人也不會想要有這種方法 或者是如果對面他選擇了這種方法來克制 那我的多線牌也可以 再更換後面的兩個 一兩個選手 所以說這樣拿人的勝率會相當高 我看到對面使用了兩個法師 我果斷上了一個新女龍 因為我是後手 我在等他的最後一手 因為我是後手 如果他上冰魂 那麼我可以再嘗試其他英雄 如果他還是上法師 或者是一些缺少AOE的英雄 那我上 哦如果他沒有上T 那麼我就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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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魂守衛 哦他上了一個炸彈人 那他沒有上T 這樣我上靈魂守衛 可以快速的出貨他的前排 看一下這局 因為沒有龍騎士 其實這一局我選擇龍騎士是最好的選擇 因為龍騎士的熱度很夠 他並不害怕 他並不害怕 TA和 和風行人 還有炸彈人的大招 不過上TB應該也能贏 因為他只有一個T T倒得很快 這是心女龍開出了大招 然後進行了一個位移 然後沉默 然後心女龍又進行了一個閃爍 心女龍打法系還是很爽 第三波閃爍 基本上 在每一局來說 心女龍的 只要打出了第三波閃爍 那對面基本上沒有什麼還手之力 這就是要打到第三局 那第三局我通常我自己會選擇白臉火貓的體系 我再次強調 這是體系 因為 我們的 整個陣容沒有固定的 我們可能在一個隊伍裡面 可能有兩三個人或者是三四個人是固定 但是 還有一個位置永遠是要需要 一兩個位置需要隨機應變 因為今天視頻很長 所以我不一定能解說得好 也希望大家諒解 因為我第一次做這麼長時間的一個視頻 對面沒有選擇土豪英雄 那說明 在這個時期碰到的對手還不是很強悍 所以我們的優勢就是在於我們的英雄池 這個遊戲 只有你擁有了全英雄池才可能會 我選擇炸彈人 才可能會 會公平 因為 魂俠英雄在豬王爭霸實在是太厲害了 像我選擇炸彈人之後 他PA開大招和不開大招 他一直都需要猶豫 因為他如果他現在開大招過來 如果我的炸彈人會自爆 自爆 就可以和他換命 如果他沒有開大招 他直接就是在原地被我的LE 給打死 所以我昨天說過 我說炸彈人在豬王裡面是大王 而心理龍是小王 我不一定要出牌 但是我只要拿在手裡面 就是對對手的一個震撼 和震懾 炸彈人是豬王裡面最有價值的英雄 這是目前為止我來看 然後十二級 匹配對手 不會匹配不到吧 匹配到了 看这头像应该也不会是土豪 也有可能和我一样 所以我不会掉以轻心 但是他选择了一个人 看起来他不会是土豪 我还是同样的套路 因为我觉得这样充分的效率是最高的 然后我第二首我会选择一个卡尔和流浪 我也可以不选择流浪 因为他的内设不一定很强 我的流浪可以留给配我们的第二队 因为我们没有龙骑士 那第二队的一个阵容的一个范围就会小很多 他选了一个新女龙 那我的最后一首可以比较随意 就上了一个宙斯 其实宙斯配雷卡队 真的是在同样战斗力的人来说 就是没什么用 因为宙斯太害怕飞机和内设队 不过这一局他没有选择 他没有选择一个纯粹的内设队 那么我上宙斯的目的 那就是可以保存我的一个实力 保存我的10万 其实我也可以像恶魔物师 很像这种 半内设队 可以给我们的炸弹送能量 然后炸弹开出大招就很快获胜 所以基本上打这种 没有五星 末日五星龙骑士 五星流浪的对手 那我们的优势还是很高 而这局对面上了一个 死灵龙 那我毫不犹豫可以选择多前排的一个红侠 因为他缺少LE的爆发 多前排其实 最主要还是害怕LE 还有蕾卡 如果他这一局他上了蕾卡 那么我的阵容 我可以在五号位会选择新女龙 或者是PA 可以和他争锋相对 不过他第一手选了一个 一个死灵龙 那他是 那他不叫死灵龙吧 这应该叫亚龙 他是很悲动 他选的并不好 那这一局看阵容的版面来说 我想不用说 大家也知道结果 看看新女龙的表现 过去沉没 然后打了第一波 所以火女和Lan的大招根本 根本打不到新女龙 那再看新女龙能不能打出第二波 第二波 看中排的血少英雄基本上都交代 谢女龙的切中排能力实在是太强 切中后排的能力 然后我们继续 然后很快就匹配了一个 第一局他选择的死骑 他可能会以为我上雷卡 那我第一局想一下 我其实也可以上雷卡 但是我为了胜率起见 我先选择了一个前排 对面选择也并不怎么样 因为他这个时候 他第二手他可以转雷卡 那我也不一定会很好打 所以第一局上雷卡 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我选错了一个人 我干嘛把电棍给选 可能是一边说一边打 会比较分神 对面上了PA 那我就上再来了 这是没有 没有得说的 三星PA在猪王 其实根本不怎么样 他不一定能开出大招过来 然后就被L1弄死 或者是开出大招之后 直接被炸弹炸死 五星PA的话 还有可能和炸弹人 一换一 心理容被炸弹 这时候PA也过来 然后炸弹自爆 我的运气还算不错 把PA打了一个暴击 现在这个阶段 我匹配的对手 都还不是很强 还很好上分 可能昨天 第一天土豪都尽量往上爬 所以现在这个阶段 所剩的土豪并不多 我再次强调 在猪王 土豪的优势 实在是很大 没有绝对的公平 由于第一局 我使用了多情牌 那么第二局 我毫不犹豫 使用雷卡 我就是 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要取胜 因为第一局 对面使用了PA 那么我 并不担心 我看对手的最后一手选择 像这个时候 其实我选什么都可以取胜了 我选 随便选一个前排都可以 因为对面没有选择敌法 我不一定要使用莱恩 所以在打猪王的时候 要很要一个 有一个细节 这是要注意 注意到 我们已经使用过什么英雄 注意到对手使用过什么英雄 我的朋友在问我 就是打 打他的账号 打得怎么样 我现在还没有时间回它 我希望把他的账号 多打上去一点 像这种法系的阵容 然后我直接就切全来就可以 因为对面根本没有突破 没有扰乱阵型的一个阵容 这就是我们雷卡打普通阵容 一个传统的一个效果 这一局我去胜 继续 在猪王的话 人的状态还是很重要 和打DOTA一样 就是要先找找手感预热 然后会越打越好 所以请大家充分的时候 先去洗手或者去洗脸 保持自己清醒的状态 然后能争取更高的胜率 或者使用我前面说的小技巧 把你的头像换成 换成系统赠送的头像 这样对手以为你就是一个参量 也能很快的上分 因为对手他并不会重视你 然后找到一个带有流浪的头像 这一局他也选的不好 你看他一开始就选了一个压龙 那我直接可以上多前排 他根本切不动 或者是我上雷卡 他也拿我没有办法 那我选一个多前排吧 把我们的自胜的六甲掉局 对面选了一个沉默和烂 那都是单点 然后还有一些魔法输出 那我可以选四个前排 然后最后一手 看看对面有没有使用PA 或者是敌法 那我再自己选择炸弹人 或者是心女龙 那这样看来这一局 我应该是会使用心女龙吧 心女龙 打他就很稳 对面这根本应该不是阵容 好像都是乱配的 我这一套体系由于没有龙骑士 其实TB完全可以换成龙骑士 然后会有更好的一个效果 因为TB不够肉 那对面的前排十分开出大招 那我的使灵法师挂了 不过没关系 我的心女龙应该可以拯救世界 打了第二波 再看我们的心女龙 心女龙在大招期间好像不会被沉没 看我们的心女龙拯救世界 第三波 打掉了恶魔巫师 TB关键时刻进行了一个换血 心女龙第四波 把沉没干掉和压龙一起 不要小看心女龙的一个身板 那么清洗 其实它的输出非常的可怕 这是911心目中的一个小王 斗地主都有大小王 那么大王就是炸弹人 我刚刚说的第二局留给我们自身的一个阵容 那我还是选择雷卡队 如果土豪在不会打猪王的时候 可以尝试我视频里面的充分的一个思路 一个技巧 这样打普通选手来说 还是很快 因为对面使用了敌法 那我就会选炸弹 我不管它再加一个TPA或者是什么 我都不会害怕 最后就是它选择了一个炸弹 那我不知道它怎么行 它选炸弹人有什么目的 因为我的雷卡 我不一定要切雷爆 像打这种美杜莎还有飞机 其实我全程切 全程切吹风就可以 只要我的卡有开出大招 我就能无限的切吹风 看看有没有 然后它的美杜莎根本抬不出手 我再切一个吹风 又开了一个大招 我继续切吹风 然后照亮也开出大招 如果卡尔队 单T的卡尔队 就是没有带流浪的那种卡尔队 一味的和内侧队 就是用电磁爆 那其实是很错误的方法 因为对面它并不靠大招吃饭 所以我选择一直吹风 就是可以打断一个美杜莎的大招 还有打断飞机的一个抬手 而且美杜莎和飞机的雪并不多 那么我两三个吹风之后 对面基本上都倒光了 如果有开出大招有空隙的时候 我还可以选择切一两个陨石 这样还可以拼一下 也就是说我建议 没有流浪的卡尔队的朋友 可以选择这种方法 但是你有流浪之后 那你打内侧队就要稳得多 卡尔的打这种内侧队 流浪雷卡打内侧队的胜率非常高 然后第一局我要自胜 我又还是同样的套路 因为对面是先选 那么这一局如果他没有使用雷卡 那我的胜率 我应该是完全可以取胜 我还是同样的套路 就看他最后一手 有没有选敌法或者是PA 如果他没有选 他选了我就上炸弹 如果他没有选 我随便选一个 就可以取胜 好他选了一个小小 那我最后一个人就很随意 如果在雷卡对雷卡的战斗中 如果像这种局面 我最后选的 如果他 他上了炸弹 我就不会上敌法和PA 如果他没有上炸弹和烂 那我可以选择上PA 如果是我 我新手 那么我最后一手 我会选择炸弹 因为我要防止他上PA 或者是上迪瓦 就是这么 这么简单的一个思路 这个队伍太好打 电磁爆 然后这时候如果是电磁爆也可以 如果是吹风也行 他出了一个电磁爆 那我就放了一个电磁爆 然后卡尔开出大招 我开始切无形吹风 请大家来看一下 只要卡尔开出吹风 对面基本上没有什么还手之力 所以这样充分上去 我觉得还是挺快的 再看第二局 第二局 是我先选 那我还是同样的套路 其实我自己 现在我也没有什么 打雷卡很好的思路 如果就是我们可以设想一下 在对面也是 全英雄持着齐全的情况下 他这一局他会选择一个雷卡 那这一局我可能会就是上一个垃圾队伍来 把这鱼让给他 然后把我们的精英保留在第三局 这也是一个我的思路 第二局他可能也使用了一个多前排的自容 那我就选择他拼脸 因为我没有 没有龙骑士 那我还是比较虚的 因为我的肉度没有他多 但是他并不知道我没有龙骑士 他选择了单点 他的英雄池也不会很深 那这一局 我会比较好打 上了PA和行李龙 我要逼他上炸弹 果然他上了炸弹 刚才我选PA的目的就是要逼他上炸弹 因为我看到他的中排 一个神灵武士还有一个亚龙 他都是单点的 然后他显然是打不过我的上前排和一个心李龙 那么我的PA的目的就是和他换炸弹 呃就可以了 其实我比较还担心他还会选择一个前排 如果他还上一个前排的话 他可以和我拼脸的概率就大了很多 显然他的前排并不够热 只有末日一个人 那我很顺利的切入他中排 只要我的PA可以和他炸弹人换掉就好 果然换掉 他灵魂手可以换了血 但是于事无补 这局我也顺利取杀 怎么会显示我失败 这个也扯淡 什么回事 这难道是Bug 传输中的Bug吗 这个游戏到底是搞什么鬼 那好吧 我们只能硬着头皮打第三局 白脸火吗 不知道其他朋友有没有碰过这种情况 打着打着明明是剩的就会毕竟输的 对面有新女龙 那我伤了DP被他克制了 把最后一场花打 我忘了他 他好像 他这条智能好像挺针对白鸟火吗 他有选巫翼 果然无衣的麻醉直接把白鸟套住 配合沉默和死灵法可以击杀我的火猫 那我这局不好打 估计要挂了 所以说刚才打猪猫的心里 心里是很重要 因为刚才我还很惩 沉寂在这上一盘 那个Bug的时候 这边已经选人了 所以打这竞技游戏 心里的数字还是很重要 那这一局我是交代了 好吧 那我先休息 今天的视频就先录到这里吧 我要去找一些状态回来 然后再继续打 本期视频就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的观赏